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 预先举行了新书发表读者见面会 当天现场 占据第一排的都是书画领域的大家 因为曹可凡借着新书再版 同时向他的好友们表达感恩 这本新书悲欢自愁 讲述了书画名家作品背后的故事 曹可凡早年出道时 曾主持过一档名为诗语话的节目 从那时起曹可凡悉心研究解读大师 当然书中关于各类史料考据的工作 都要靠朋友们的帮忙了 是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有一些就牵扯到有一些史料的问题 第一我不懂 第二呢我甚至不懂怎么查 比如说我这个当中的第二篇写林秦楠 林秦楠呢我不懂怎么 因为那个网上搜来的这个资料 是有是不是太准确 那我就去问金先生 我说这个您对这个林秦楠是不是了解 金先生特别前提 金先生我要给大家做学 你看 根本给大家背好一个 我要好学一些 然后金先生帮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 那个是个特别特别热的天 达有40度的大热天 金先生去图书馆查去 他家里很多藏书 帮我一篇一篇查出来 查出来以后他自己掏钱去报我复印 星期年纪的江浩晨综合报道